在多个估值过亿的创业项目背后 是互联网商业的道和术 20年的投资管理经验尽在其中 欢迎来到魏哲的商业课堂 本期节目主讲 创业要不要去追风口窗口 阿里巴巴是如何顺势而为的 收听前请思考三个问题 1.为什么阿里巴巴京东成功了 比他们更早的8848却没有成功 2.今天最大的事是95后年轻人 如何抓住95后的心 3.阿里巴巴为什么要先做B2B外貌 然后再做淘宝 而不是反过来 第一部分想说这个真的 我们是非常反对风口窗口 但是要顺势而为 反对风口论窗口论 风总会过去 窗总会关上 但提倡什么呢 提倡顺势而为 势要看清楚 一会儿我们聊聊什么叫势 2000年9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做京东这样的模式 叫8848 那这个势没有到 你做得太早 势没有到 那基本上就是成不了先驱 一定是先烈了 但反过来呢 事已经起来了 你还要逆势而为 那肯定也是给自己找麻烦 比如今天很多应该是没有人再会说 我从PC再起步开始做 那在中国已经是移动互联网天下 你再从PC开始做 那可能就是逆势而为了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是 叫中国互联网人口结构的一个判断 为什么8848当时做不出来 那中国的互联网人口结构没有到 2000年中国才500万网民 美国已经15了 那500万网民中能有电商购物能力的有多少 三通意大利说都不存在 所以这些配套的事都不存在 所以你一定要做 那肯定是太早了 但今天五年前我们基金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认真分析一个叫85后 就中国很多真正互联网一带是85后 是被85后推得走 85后和80后都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因为中国2000年互联网开始的话 85后是15、16岁 所以他们是真正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那我们这种年纪就叫互联网的移民 我们原来是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工作习惯 思考问题的习惯 甚至我们叫购物决策习惯 互联网来了我们在改变 85后我们叫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的原住民 他天生就是从中学初中高中开始接触互联网 是live in internet 是生活在互联网的一代 但今天我们要去看这个事 就是我们面向的是90和95 90已经快到了27、8岁 就马上进入32例的社会主流 95后这两年就开始要工作了 那么95后和85后 我们一直说有三个很重要的区别 它是小康1.0 95后没有饿过肚子 95后没穷过 改革开放 92、93年 我们小平同志南巡的时候 才真正有感觉 所以阿里的这个中共铁军 我去阿里050年的时候 都是85后 85后我们还能招到很多苦大仇生的 饿过肚子的 那是中共铁军成功的最重要的秘密 翻身做主任的感觉 现在就问他苦大仇生有没有 你最近告诉我说 苦大的找不到了 仇生的很多 所以95后像如果是做蓝领的 劳动力已经在95后出现短缺了 你们做很多比如说餐饮啊什么 你们招人还真挺难的了 快递员什么招人特别难 你要是不挑不捡 愿意吃苦 在北京上海这种城市 一个蓝领一个月挣8000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以前工作的四大会计事务所 10年给白领的起薪 8000没涨过 所以白领现在是有就业压力 每年六七百万的大学生毕业 但回过来呢 白领呢大部分是来自于城里面的孩子 他父母有一套房 祖父母有一套房 外公外婆有一套房 他总有一套房是他的 那一套房就是大几百万 所以他也没有压力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经济压力取决于 一 你对自己工作未来有没有信心 二 你有没有可继承的资产 所以现在蓝领呢 对未来就业的信心特别满 而白领呢有资产可以继承 他也不急 所以小康一点的表现形式 是中国第一次有一代人 是敢借钱消费的 就是很多校园代 其实以前也想做 做不起来 90后是不存钱 他不敢借钱 85后还要存钱呢 95后是中国敢借钱的第一代 所以说我们叫做小康1.0 但95后呢 第二个特点是独生子女2.0 那为什么他们是2.0的独生子女呢 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是独生子女 85后是不是独生子女 是 但85后的父母不是 90后很多的父母啊 也不是独生子女 但到95后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 从70年代开始 所以95后的父母也是独生子女 所以中国第一次面临一个 叫独生子女2.0 那他们的特点呢 是安全感特别差 财富安全感特别高 心理安全感特别差 所以围绕这个呢 一个很重要的顺势 就是85后 我们说你给他的产品和服务 好用还是很重要 但到了95后 产品很多特点 好玩比好用要重要 尽管好用还是王道 但好玩已经变得重要 那我们各位公司 开始有新的团队的加入 你逐渐会面临95后 不仅是我们的客户 95后还是我们的员工 他们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也和我们以前要的不一样 但以前我们也是觉得 把公司打造成一个 对员工特别有用的公司 晋升啊 加薪啊 培训啊 甚至给股权期权啊 但因为他对财富安全感很高 他不在乎这些 以前在阿里就已经 我们找工程师说 你做得不错啊 明年升你做主管 为什么我要升主管 我不想管别人 尽管我不太喜欢被别人管 我也懒得去管别人 所以工作环境 对他来说也是好玩 比好用重要 那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说85后是 PC互联网的原住民 那95后 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 他们接触的第一个电脑 就是智能手机 85后呢 是移动互联网的移民 像我们85前 是互联网的移民 但85后居然有一次移民 移动互联网的过程 他对PC是习惯的 但是正在一个切换过程当中 但对95后天生就是移动 很多来我们这实习的95后的 在我们这第一次用电脑 他都没碰过电脑 对他来说就是 Pi的加手机是他一切 所以我们去了解这个事的时候 对内要了解 我们的团队成员是什么样的人了 对外我们的客户 我们今天95后的客户 这三大特点 有没有去尊重这个事 那么另外的有些事就是技术进步 它也是事 就没到 你把握这个事 没有到 你可能想做也做不成 到了你要反潮流而做 你失败的概率也很高 但事和风口窗口不一样 风口会过去 流行什么会不流行 很多去研究风口和窗口的 我说你经常创业是冲着投资人去做 投资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风口窗口的概念 但至少我们是认为 没有窗口和风口 但要懂得顺势而为 那么回到问题里面问 阿里有过那么多不同的事业部 不同的事业做出来了 其实阿里是最懂得顺势而为的 阿里从B2B开始做 但其实B2B里面阿里有两个产品 一个外贸一个内贸 了解阿里的历史的话是从外贸做起 2000年为什么电商能从外贸做 因为2000年中国不就有500万的网民吗 但美国在2000年已经1亿5 全世界已经有几亿网民 外贸的外买家端是成立的 但卖家端为什么会成立呢 别忘了咱们那个时候是刚刚进入WTO 所有的企业都有外贸进出口自主权了 但有了自主权不代表它有渠道 当时广交会很多中销企业想去都去不了 因为这些名额是分给国有进出口公司的 所以它没有渠道 所以卖家缺渠道 海外买家已经习惯了互联网 所以第一个让阿里巴巴活过来的产品 中国供应商就是把中国外贸企业 或者制造业搬到网上面向海外 所以那时候没有说不讨论过内贸 内贸2000年做不成 是隔了两三年以后再开始有陈兴通做内贸 然后到03年才有淘宝 那03年做淘宝呢 85后已经18岁了 所以淘宝商一开始确实是小孩 淘宝商城什么时候呢 今天的天猫是2006年 咱们又来看85后是21岁了 他开始走出校园 逐渐有采购主流产品的诉求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天猫偏主流一些 淘宝偏常委一些 所以你要进入主流 进入了早也是死路一条 那支付宝是05年 那先有了淘宝 大家有了这个支付的这个瓶颈 交易做不成 所以才会有支付宝 所以倒过来做支付宝就没有场景 有很多支付公司一直没有场景 就一直做不起来 那再到后来07年 阿里开始考虑布局 阿里云 那么为什么前面不需要呢 前面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么多的数据要求 技术进步也没有到那一步 所以阿里能够成功 真的是每一步在顺势而为 新零售就意味着 纯网络的流量获取成本 已经到了跟线下几乎持平的地步了 所以在线下零售如果负能给它提高效率 它不见得会比一个纯电商做的差 所以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顺势而为